台北市府B1的美食餐厅 不仅市府员工自己爱来 只有连一般民众也常来光顾 不过在去年三月 由富商陈万天接手经营之后 现在有员工出面指控呢 餐厅不仅恶意拖欠薪水 还被强逼离职 甚至有厂商也被恶意赖账的情形 价格便宜实惠还曾排队数百人 北市府员工餐厅被称为 信义区的小确信 历任市长都曾来光顾 如今变了调 实际询问员工却很低调 他应该只是一个挂名的过问吧 跟我们这边没关系吧 所以你也没有见过他 几乎比较很少吧 管理的话都是你刚刚讲的蔡老板 对 他有时候有况的时候 他就会过来寻思一下 过来他就是和蔼可亲啊 一个大美女啊 员工口中的美女老板 似乎就是去年才上任的总经理 但前堂姓总经理却控诉 富商陈万天才是实际的经营者 他为了维系司法界人脉 将他从总经理降职为业务总监 让蔡姓女子来接任 不过没多久 却又逼迫他离职 积欠十几万薪水 他还爆料 有酒家合作厂商都被赖账 货款目前 如果我们货款 如果有问题的话 厂商刚刚当然不会送货了 餐厅员工极力澄清 不过纠纷扶上台面 也让市府员工餐厅的招牌 蒙上一层灰 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查清楚 这个外包厂商 他的财务状况 以及信誉呢 因为这个餐厅挂名的是 台北市政府员工餐厅 这个是有关于到 我们市府的门面 员工餐厅私权纠纷 目前已经入司法程序中 本府也会持续追踪 务必要求 府宴公司必须妥善处理 其实城外天过去就曾涉及 掏空台光公司的假交议案 太阳花女王刘朝安 也曾指控他逼债 如今接手经营的市府餐厅又出包 让他的争议行径 再添一桩 迷失新闻全让李易亥 台北报道